市長 OK嗎 好 市長我們想先請教一下 賴清德接受外媒專訪 說這個沒有所謂的獨立的路徑 因為台灣就是以名為 中華民國獨立的國家 你怎麼看 賴清德主席已經多次說過 他是一個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而且也高喊 台獨要正名自憲 我相信這都是在很多的公共場合 以及在立法院變形的時候說過的話 這樣一個說過的話 到了選舉要改口 這是意蓋名章嗎 我們看到的 他的台獨路徑 並沒有改啊 我們也看到了 不但有台獨路徑 也有台獨地圖 還有台獨的GPS的導航了 所以很清楚吧 他完全沒改變嘛 市長長我也現在說 郭台銘跟議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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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是國民黨不要 不是他不要 是代表他不會支持你 也不可能歸隊 郭台銘跟議員說 合作是國民黨不要 不是他不要 是不是代表他未來可能不會支持你 也不會歸隊 我們都會團結所有的力壓 努力的往前走 讓做了不好的民進黨下降 政黨人體 市長根據最新的民調 您暫時在地戰 這是不是代表說 如果不整合藍白的話 就不會贏得最後選 我會堅定我自己的步伐 充滿著信心 容者無稽的往前走 一定會贏得勝選 市長在賴清德 他曝光跟蕭美琴的合作 大家說他們可能會賴蕭沛 那你自己的步手 有沒有一些眉目 我會在適當的時機 向大家來做說明跟報告 那既然建議說 郭台銘要找李嘉芬 是不是另類的就是郭涵沛 我沒有評論 那因為像進班 要贊出小雞 二十萬合作要看板 那成效目前怎麼樣 像陳玉仁王偉短期內 都沒有掛看板的需求 會不會擔心是拒絕合體 我會跟所有的立法委員 大家一起努力的團結 在一起打一場勝仗 那這個合掛看板的這個成效 目前如何 陸陸續續有很多的立委 都會合掛看板 更重要的不是合掛看板 我們會推出更多不一樣的文献 跟所有的立委 大家團結一起往前走 市長今天會公布 進到他公布那個識別系統 你之前有看過 覺得對你的為嗎 2024總統大選 對台灣來說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年 就是選擇和平或是選擇戰爭 在這樣一個希望的延年底下 我能夠創造的就是讓台海和平穩定 人民安靜又願 帶給人民希望 所以我們的local的設計 以及競選小物 我們會選辦費在今天 來跟大家說明 市長怎麼看說 賴清德說不管是 依賴論或是以美論 都是中國的宣傳 大家看得到賴清德很多的說法 是從台獨務司工作者的角度來看事情 這樣一個角度是不會變的 他幾次的言行 這樣要走入白宮 也說得很清楚啊 所以既然不會變 我相信我們很清楚 他的目標方向是什麼 我最清楚我自己 我能夠讓台海和平穩定的下來 讓人民可以過安積留業的好意思 市長是不是定格要全面對國科開戰 那他是不是另外 其實對朱立倫提出的在野大聯盟 還是有一點不滿 你認為說應該要講清楚 立民謊話的傳言是不可信的 我們選舉辦公室跟黨中央的合作 密切請大家不要間鋒插針 市長那這段時間大概打電話給郭台銘大概幾通 他是不是都沒有接電話 不會團結所有的力量 往前走 謝謝大家 因為大家關心環路移民嘛 這個其實我一直以來 一直要努力做到人本交通的環境 讓大家關心我們行人的交通安全能夠得到保障 所以這一次民間團體的五大思求 最重要的是要擺脫行人第一的惡名 所以這些實質的行動能夠用公共議題做出來討論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等我的行程確定以後 會再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謝謝大家 謝謝